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实战 太极拳的招式和实战的关系 我们今天聊 有人一提到太极拳的实战 就说 骗人了 太极拳的实战是骗人的 因为什么 因为太极拳的大师一个一个的倒下去了 就像袁腾飞讲的 一个一个的太极大师上来就倒了 上来就倒了 这个 我在民歌聊太极里面 我们经常 我经常 就是我的指引里面经常这样说 我说的实战 就是 小打小闹 大家在一块 有一个肢体冲突的时候 就是老百姓之间产生纠纷了 就这个东西 既不是我们不谈内台 我们也不谈那个什么比赛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民间 老百姓嘛 老百姓就是说这个 我们讲的实战 这个概念你要搞清楚 哎呀 这个个别朋友啊 这个听我的视频有个别 极个别的 就他听一点点的 马上就开始说 这个这个那个 其实这里 我们讲的这个实战的概念 是这个概念啊 那么太极的招式和实战 是什么关系呢 那么 有的人说 啊太极有太极体用 太极体用的书 那本书叫太极体用 那么这个体用就是说 每一个侍者要干什么 每一个侍者是干什么的 我个人练太极拳 50年以来 我个人的体会 这个体用 只是你锻炼的时候 您的意 有所方向 有所 有所练习 比如说我的意 就是 比如说 这个把您的手拨开 这个掌打进去 那么 你只是有这个意 使你锻炼的时候有意思 有趣味而已 真正在 实战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实战 民间的老百姓的发生了肢体冲突以后 发生了肢体冲突以后 你用这个试着去做某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东西 不切实际 为什么说它不切实际呢 就是说 你这个 我平常练的这个单边 是这样 比如说 我是这样的单边 这样单边 步子是这样的 在实战当中 那么我要这个掌要向对方的胸口推的话 那么 我这就不是单边了 我这就不是单边了 我这也是单边 这个掌就推到胸上 也是一个单边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在实际的肢体冲突当中 你不可能用原来的一单招的样子 外形的样子去 去攻击对方 这是不可能的 那有的朋友说了 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当然当然 某一个势子 你在没有接触到对方的时候 某一个势子 你可以晋升的时候 你一晋升 用某一个势子 原样不动的 你原来那样的势子晋升 这是可以的 有没有 有的势子是可以的 我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去纠结这个东西 我现在说的是大部分 你在肢体冲突的时候 你大部分都不可能是原来的势子 原样的去 去发 去在 你在原样的去 攻击对方 原样的撤退 跟原来打拳的势子一样 原样的 那是很少很少吧 最起码说的是很少 最起码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 我们说这个 这个实战 就是在肢体冲突当中 你单我们练习的招和实战的关系 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话题 就是单招和实战 是平时练的时候和真正实战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的 它的招数是变化的 那平时为什么还要练单招呢 那你手眼深法步 你的深法步法 灵活 那灵活的静退 你练的是 手眼深法步 说拳不打人 攻打人 什么意思 你的拳是不打人的 就是你这个 海底针 你比如说 我这海底针 这个拳是不打人的 你练的这功夫 满身轻力 顶头旋 你的移动 无有不动 你这个 勉礼长征 这些功夫 它是打人的 全部打人 攻打人 而有的 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叫 练拳不练功 道老异常空 就是 你的功力在身上以后 你功是打人 对不对 你肢体一接触以后 你自己平时身上的功夫 这个功夫 不仅仅是手眼深法步 这个 静 内静 都会自动不出来 这个东西是打人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实战 就是老百姓的肢体冲突当中 你平时就练的东西 它自然反映出来的 那个功夫 功夫自然出来 那才是真功 你做一个花架子 打一个招式 打一个招式 一个花架子去了 你上去 你也打不到人 别人身体如果略为强壮一点 你也不行 你没有那么大功夫 那么真正打人的东西 是自己练上身的东西 练上身的东西 上身的功夫 上身的功夫 比如说呀 速度呀 力量呀 有的朋友可能又会 又会说了 哎呀 那个速度力量 那个太极拳是不能用力量的呀 太极拳是慢的呀 他抬这个杠 什么原因 那就是他的太极拳 他没有到这个程度 太极拳是很快 就是因为他 他太极拳是在 每一个招式 他都是在什么 实战的状态下 你肢体接触的时候 他不用续静 他是临界点 他自动就出来了 他是快的 这是说速度 力量 力量太极拳 虽然练的不是力量 但是呢 他的力量出来以后呢 他内定出来以后 比你的原 比自身的 自己原来的 原来的肌肉的力量 更大 所以我们说的是 速度力量指的是这个 不要说有人听一句话 马上就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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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反驳 对 那么这个是 不是说 不是说不能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也就是说 在实战当中 单招和实战的关系 就是这个关系 是什么关系 是单招训练的时候 是练的是功夫 不是那个招的本身 不是招的本身 关于这个问题呢 有的人说 那太极体用 每个式子每个用处 那你为什么在民歌聊太极里 还有一个太极招式的用法呢 你为什么还要聊这个呢 那你看 这就叫台杠 民歌聊太极 那我 如果我在这聊太极 朋友们好 今天聊的这个就是 太极拳 不要用劲 不要用力 你们就这样练吧 那这一句话就是一个视频了 那不行呀 就像一本书呀 你必须有一个重点 然后一本书写完了 这书才能卖掉 才有更多的人看到 你就一句话 没有人买这个书 你这个观点也没有人看 所以这就是一种排杠的现象 对不对 那么 民歌搞这个视频 他也要有 他每天要有内容呀 对不对 但是呢 重点不一样 重点不一样 今天我们聊的重点是 实战和招式 它的关系就是 单招 可要 有用没有用 有用 但是它和实战是有距离的 是有距离的 这个距离就是 它不可能原样 原样的招式在实战中用出来 它必须是 根据当时的场景 当时的距离 当时的高崖上下 尽大尽小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 单招是 练的是功夫 套路 单招练全式练的功夫 实战 练的是 实战 是什么呢 用的就是你 平时练单招练套路的功夫 而你的招式 你的外形的样子 是为了得到这个实战的功夫的工具 这样说不得大家会很清楚了吧 一定很清楚了吧 你的套路 单招的训练 或者说包括你体用 就是它的这一招干什么的 这个体用 它都是为了得到太极的功夫的工具 功夫上升以后 实战当中 它原来的样子是用不了的 它只能用得到的功夫去打人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 如果你还不理解 你找人推手 试验一下 你和对方推一下 试验一试 你一试验你就知道 你功夫没有另外一个人好 你的套路再熟 外形再像 再一模 跟老师再一模一样 你没有功夫 你还是不行 这是很简单 好 明哥聊天 今天聊的就是 单招套路和实战 的关系是什么呢 单招套路的练习 包括体用的练习 就是什么用处 什么用每一招 怎么用怎么用 包括这个 它都是为了得到太极的功夫 不是实战 实战的是用的是功夫 不是那个外形的样子 有的人会抬杠说 那个样子有时候像 它有时候像那样 但是不完全是那样 它不可能是那样 不可能是原样的 那个外形 好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 单招套路和实战的关系 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